大家好,我是珍珊美一百 珍珊老,我是中文貴旅行社的廷章 大家好,我是沈香美旅行社的佩玲 大家好,我是一群旅行社的車位 我知道他最後一組了,我知道 我們等一下報名字就下課 好,開始 好,我們先跟大家報告就是那個 匈奧捷,那我們直接上地圖 好,我們是立計10月,因為我覺得歐洲可能還沒有那麼快 可能要很慢 然後我們就分了幾個國家奧捷匈奧的話 就先從匈牙利記,他會有這些 匈牙利、奧地利跟捷克,他們都有不一樣的行程內容 那團費就大概秀在這裏 14.15萬花錢包,我覺得非常合理 那就這樣子 自費 自費 購物都沒有 那這是Local代表,那就是塔拉 陳一群是塔拉 然後 女色代表 Local 對,趕快下一頁 好 好,航公司一樣 現在R09空大概就是30公斤 7公斤手提太快了吧 30公斤托運 手提7 就跟大部分的航公司其實現在都一樣 那這其實地圖呢 各位可以從看一下 這四個國家其實它是一個大區域 東歐地區的話 布拉佩斯是在最下面 那有三個首都呢 呃,是在多瑙和流津的城市 包括 薛納利首都布拉佩斯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巴 跟 呃,奧克利首都維也納 他們其實都是同一個 呃 多瑙和流津的一個城市 那 那所以說呢 這幾個城市呢 呃 是 車子的距離大概都在兩三個小時以內 就可以到 那這個布拉提斯拉巴呢 以前它跟捷克 它是同一個國家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 在1990年的時候 他們才 拆開獨立 所以它就 有一點 被拆開之後 不知道找哪裡 因為整個斯洛伐克都是山區 所以他們找了一個 最靠近 維也納的一個地區 布拉提斯拉巴 稱為 他們的首都 然後呢 這也是目前呢 世界上最近的兩個首都 就是布拉提斯拉巴跟維也納 所以我們的飛機是 台北京杜瓣 從布拉佩斯寄 然後呢 住兩晚之後 經過布拉提斯拉巴來位 然後再住兩個 奶 然後呢 奧地利 這個地方呢 它的 啊 好緊張 好喘 那個 奧地利這個地方呢 其實呢 它呢 大部分都是阿爾格斯山區 在這一塊 好 所以說它最有名的景點 其實都是在 湖區 好 有一個人生地道的 史拉小鎮 哈斯達 大家都知道 然後呢 可能 呃 摩扎特出生地 大家可能也知道 好 然後維也納其實是在整個雞腿 人家說小提琴 我覺得是雞腿 然後 雞腿的最西邊 最東邊 所以大家是這樣子 然後之後就往北走 經過 然後來到溫泉城 從巴馬飛出去 所以是一個 雙點進出的一個航點 大概就像這樣子 交通藍牌 啊對 剛剛幫我講一個 幫我回去 呃 我也看到沙斯伯爾這一塊 呃 因為那個雖然有高速公路 可是只要開六個半小時 所以目前我們會搭配高鐵 只要兩小時 兩小時 二十分鐘左右 好 那就是 10月14號出發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秋天的歐洲是最美的 好 所以說雖然我們一年四季都有出發 但是10月的特能feedback是最好 然後8點 我們是通常要提前三個六小時集合 因為他在通常通常龜毛 然後呢 因為我給換位子 反正就很煩啦 我們就是很大一堂弄死了 我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呢 經杜拜 到布拉佩斯 會用布拉克飛回來台北 那 8號櫃台 第一行下 要報到 然後 它有兩個機器 台北杜拜 是A380的飛機 聽說 我們今天才收到一個新聞 說它連續航空要 解雇三萬人 然後呢 把那個A380的飛機提前退役 各位知道 那個全世界最多 A380航空就是 Average 然後第二名是新航 可是他們呢 它呢 有幾部各位知道嗎 有90架 的A380 然後第二名的新航只有19架 所以你就看它花了多少錢 再買A380 然後現在全部都要提前退役 那它就是 343的位置 所以各位領隊 知道343位置有多難排嗎 343 333還好排 至少你會兩個可以坐一起 然後還有走到 還好排 343根本就是高時這些奕約客 然後那奕約客回來 就要多數我們 說可以讓他們坐一起這樣 沒有辦法牽手坐飛機 那再來波音777 它在 渡外飛 布朗佩斯 它就是用777的小飛機 那它還是343的位置 所以 你坐77的時候 就可以明顯的感覺到 再來飛機的機會 有大的擁擠點 因為看我代表就知道 然後 再來就是 奧地高鐵 OBB 因為歐洲有非常多高鐵 最早的是 法國TGB 子彈列車 西班牙 然後 義大利有什麼 Eurostar 就是歐洲之星 還有私鐵 叫Italo 那奧地利也有 叫OBB 那大概這個 可能沒有很快 大概就是說 至少是 給客人 就是減少一點 拉車的時間 那它是21的 頭冷槍 好 我也是配置像這樣子 好 然後距離就放在那邊 就是什麼200 那現在飯店 飯店的話就是 布拉佩斯200 維尼納200 奧地利虎區200 克倫夫一晚 溫泉塵考 劉瑪莉一晚 然後布拉佩斯三晚 這樣子 那第一個就是 那個我們說 先幾分鐘 那個 布達佩斯 是東納爾流行的城市 所以目前就在東納爾的盼 我們就設定了 索菲特 布拉佩斯 然後 就是這樣子的房間 好 OK 307件 第二個就是 維尼納 歷史卡爾登 歷史卡爾登的話 在環城區太平 是皇宮改建的 這些飯店都非常老 都至少100年 很少有新的飯店 因為他們之後是皇宮 然後是以前的老城改裝的 那歐洲的話 就會減少拉車的關係 所以這些飯店原則上都是 能夠步行 或者是說 遊覽車 即便他巴少爾過了之後 還是可以 走到城內的為主 所以基本上是會以 突破區的班列為主 大概是這樣子 歷史的話 兩百 六間房間 再來的話 就是 虎區 那一虎區呢 就是電影真善美 Social Music 的那個 拍攝場景 你們不知道嗎 Dorey那個 隨便 反正我叫 所以我叫Music Travel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是虎區的飯店 那邊住兩碗在湖邊 這是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進到捷克 捷克的話呢 就是中古世紀古城 比較多 那捷克 捷克的中世紀古城呢 呃 你們聽過 那個恐怖女生 就是那個野人去東歐 然後 然後幹嘛 就嫖妓 然後結果就被那個 東歐的人設計人 抓起來 什麼獵殺經濟的話 我看你有聽過嗎 好對不起 沒有 那 Curlope這個古城 就是一個 中世紀古城 大概五百多年 那它是古城裡面 唯一的一間五星 就叫做 Juday 修道院改建的 然後常常有客人 就是氣場 八字比較輕的 就會跟我說 浴缸裡面有人 怎麼辦 對 只好把你的話給他 阿否則你也看不到 所以就大概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溫泉 Curlope的溫泉 在捷克境內 這一間 因為它的溫泉不是泡的 因為我們來說 日本也是泡湯嘛 然後台灣也是溫泉 可是它溫泉是何的 它是泳泉 所以呢 這個又叫Curlope 然後這個飯店 它是那個 第一個 Daniel Crick 他拍那個 皇家夜總會 的時候 007的拍攝場景 就是這間 普普大飯店 大飯店 大飯店 好好好 快點快點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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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lope 住三晚 就會用一個比較新的 在環城區裡面的 Intercontinental週記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飯店的配置 大概是這樣子 餐的安排呢 就 呃 匈牙利就是 就是比較 呃 不是比較兇嘛 就比較 他們就是 馬 就是這個 除水草而居 所以他們其實他們的東西 都比較 比較大 所以要怎麼農家 馬樹村的農家業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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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瑪利 他們有名的 Boulash 然後 然後 還有 Boulapest 有那種大型的船 所以有船晚業 然後去 Slovakia 那個 Boulash Slava的城堡 也有個午餐 維也納的話 我們就會 因為會讓音樂吃肚子 還會配置什麼 貝多芬之家 然後 維也納紅頂商人 或者是 魯斯特 烏飯餐廳 那 Sauceford的話 我們就會在高廣上面吃午餐 然後 無需百馬傳奇晚宴 這就是那個 Hashda小鎮 裡面要吃尊餘 然後 還會順道去國王谷 因為Sauceford到 國王谷只要開車半小時 好 捷克的話呢 從股市音樂中 這就是我去 那個去年跨年團 帶了十三噸音樂 然後他們就去那邊便裝 然後吃飯也傻 對不對 然後 捷克的話 是吃啤酒 還有 豬腳車 就是那個 烏飯餐廳 裡面會吃那個 帥客的餐廳 然後 布拉格的話呢 有地窖烤鴨餐 還有 交響琴的夢 就是那個什麼千秋王子 很早前的日據 他們拍攝的一個場景 那 富爾塔瓦核是 捷克的母親盒 他們 有一個 牛船晚宴 就在 晚餐 然後再來 當然要米奇林 那因為 東歐國在米奇林 不像法國跟義大利那麼多 因為他們的傳統餐食 都是肉類的圍住 所以他們就沒有法國那麼優雅 對大家是這樣子 然後 行程的話 12年就剛 跟地圖差不多 大概就這樣子 第二天 布拉佩斯 第三天 就去吸吸光 馬宿村 然後吃朵朗的油蟲碗麵 第四天經過斯洛伐克來到奧地利 然後第五天 夜年啊 第五天 Sugarum Sugarum 然後四季方方 然後我也看愛樂音樂會 要講這個愛樂音樂會 這個愛樂音樂會就是 你們每年看完跨年節目之後 台師會播一個新年音樂會 就在那個所謂的愛樂大樓裡面的 Golden Hall所謂的晶梯 裡面演出的 那裡面演什麼 就演莫扎特 然後多瑙的沒有名嗎? 小月和10號 是永久之王的藍色多瑙的 就在裡面移出 然後再來 我也要做高鐵 要薩茲堡 然後住湖去 第七年 去 國王湖 然後在 烏鋼再吐第二個網沙 然後第八天就去哈斯卡 然後之後呢 就往上去捷克 然後吐 這就是庫洛伯小鎮 那個 然後就出發這個鎮上 唯一的武器就是這一棟 那個是修道院改建 然後之後去 烤梅巴利 烤梅巴利之後 到Blogger 就是Blogger的地標 就是體驗教堂 大概就這樣 然後晚上吃佛陶和遊船 然後上高寶 然後結束 我們會有一天的自由活動 因為我們目標課人 是聶樂課 所以聶樂課都很喜歡自由活動 所以我們在第12天就給他們 自由活動 一整天 然後 第13天 大概下午3點的飛機 大家聯酋回來 然後第14天到台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